大家好 我是小羊 现在很多人在古老 我们平时的电视柜 没有办法满足 这个激光电视焦距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这一款是 这熊云实验旗下 维生视听器材品牌的 一个激光电视的云台 那这个云台呢 它可以通过前后的伸缩 来解决我们这个投影机 激光投影机的一个焦距问题 那我们现在演示一下 这个云台的操作 首先这里两个口 这个是联动的信号接口 这个是电源的接口 那我们先给它 激通这个电源 然后是这个联动的触发线 那这一头是接投影机的USB口 OK 我们先调这个行程 我们这里有两个键 这个是往前推的 这是往后推的 那我们现在需要调的是 往前推的这个定位 OK 比如说我先调到这里 我们现在要等30秒 然后现在过了30秒 我们给它断电再重启 OK 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部位 然后我们接上投影机 好 现在赶运到投影机开机了之后呢 云台就开始运行了 它的近一点还是停留在这里 这个位置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我们再关机试一下 投影机关机 OK 现在它的联动是正常运行的 那这个流程它就非常的顺畅 而且很简单 那我们如果桌子的那个宽度有限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电台来弥补了 那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投影机开机 OK 然后投影机关机 从以上来看呢 我们这个激光电视的云台是非常的方便的 通过以上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的激光电视云台 它安装很方便啦 而且它不挑机型的 能够比配到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激光电视 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呢 欢迎来评论区里面留言